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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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还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蒸好一点 对 我们把它割好 我们加一点什么料酒 刚才您是在正反面各划了几刀 对 我们抓一下它 然后一点盐 少许的盐 然后我们抓一点老抽给它割进去 老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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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步骤等于就是给牛肉先入盐底味 腌 腌一下 腌一下 对 好 我们加点药材 桂皮 桂皮 香叶 香叶 大料瓣 陈皮 陈皮 这些香料好像都是做牛肉的经典配料 因为它是盖着它那种煽气味道 然后我们还有什么 一点花椒 一点白胡椒粒 花椒 白胡椒 这么着呢 它那些杂味就能去掉了很多 再加一点点水 一点点水 别一点水不加 一定要加一点开水 我就说嘛 它是干的这种材料 干蒸不可以的 干蒸它那个药材也不会出现很多 水差不多要没过它 打开蒸锅 蒸锅里呢 给大家建议是什么 首先把蒸锅里加满了水 加满水能够差多 你看 这么多 好满 因为它是长时间蒸 好 我们把这碧子加上 然后我们把牛肉 拿出来 搁进去 这个牛肉我想问问陈庆师傅 它这一下被搁进去以后 就不再从这蒸锅里出来了吗 对 还是就知道成熟了 你知道成熟 我们做的成熟是九成熟 九成熟怎么分辨呢 就是你按它有弹性 因为它没有到纯熟 纯熟就是烂的 明烂那种 明烂的是靠锅来去做的 所以我们先给它正常扒九成熟 正常是能快能扒动 就OK了 也就是说牛肉在九成熟之后 还要再进一下高压锅 对 九成熟还要进一下高压锅 好的 好吧 那现在用普通蒸锅蒸上它了 大概看着时间 您的意思是 应该是在两个小时 第一步 把牛肉正反面滑出一字刀 加入料酒 老抽 香叶等调料后 加水 下锅 蒸制两小时 注意 牛肉不要切成块 而是要滑出一字刀之后进行腌制 这样能够避免牛肉在熟制的过程中变形 把牛肉放入蒸锅之后 陈静师傅把笋和胡萝卜切成滚刀块 分别焯水备用 锅中的牛肉还没有蒸好 利用这个时间 它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 现在就是要静静地等着这个蒸锅 对 这个牛肉的成熟 对 这个过程当中呢 陈静师傅说 就算是你不愿意在厨房待着 其实你也可以在厨房多待那么一会儿 因为这个一小会儿的工作 就可以变出一道小凉菜来 是不是 对 什么凉菜 其实我们拿胡萝卜 刚才上那点笋 上那点胡萝卜 加点北菇 拌个小半三丝 哎呀 我就一听到三丝就激动 我有一个朋友特别会做各种三丝 但是它就好像没这么搭配过 好 我们留一块的笋 然后我们把它片成片 蒸牛肉出来呢 这是一道主菜 嗯 还能添一道小菜 素的 您是把这个笋给片开了 对 嗯 这道半三丝 要求把原料改刀成大小统一的细丝 但是由于食材的形状不同 陈静师傅的处理技巧也略有区别 麻损需要旋转着削成片再切成丝 而香菇形状浑圆且中间略空 我们要先斜着切成片之后 才能切出粗细均匀的细丝 而为了防止切胡萝卜的时候滚刀伤手 陈静师傅则提前把它切成了方形再改刀 这些有意思的刀工小技巧 您都记住了吗 这个两个小时说话间就过去了 牛肉的这个九成熟应该已经达到了 对应该达到了 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火候一直没有变过 对 火一直都是大火 你看 能透 它蒸翻了 用筷子一按基本上就立刻穿掉 蒸翻了 好 这就是九成熟了 对 我们来给它取出来 您说那个西餐吃牛扒的时候要几分熟几分熟 中餐做牛肉就不可能说不做全熟 因为我们的牛肉跟人家的牛肉饲养环境也不一样 从那个生肉的处理 对 生肉处理就不太一样 我们这块肉都已经蒸翻了 基本上 蒸翻了的意思就是说 它那个背骨的中间那层肉等而已经蒸裂了 抽出了裂了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不建议就说 您那个生的切 切完以后成软块 那种感觉 好 那就该用上高压锅了 对 但是之前还有一个问题 慢一点 我们得把它给改刀 我们先给改刀 这个容易 这个容易吗 也不容易 所以容易一点 它是热的 热的改刀我觉得建议大家拿块的扎着 聪明 然后顺着它这个 顺着它的 纹理 金 你看 你看我们刚才在背上把两刀 还是就扭曲了 果然像您所说的 它的成熟度特别的均匀 现在这样做完 好 是切成这种基本上一口一块的 这么一个 它方便食用 那待会用高压锅压的时候 这所有的食材还是进一个碗 对不对 不用 我们把它兑一个汁 马上兑一个汁 拿烤锅开烤锅兑一个汁 好 我们改完了 好 我们来下一步 开火 好 神秘的碗汁要出现了 先加一点点油 一点点 因为本身是半熟料 我们来去给它煸一下这个蒜 就拍了一下 刚才的那个主要是香 下面这个就算上 应该算新的那一路 对 香辛料这样就都有了 辛料 为什么够辛料呢 首先有一点 就是 其实做菜里头有一种更好玩的东西 就是你吃着到味道看不见东西 嗯 这就是做的 它的魂带 对 来 他们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香气 吃着到看不见 嗯 吃不出来的人就永远不知道您是怎么做的 这个味道对吧 就神秘讲证 对啊 好 这个程度 你看蒜头发干黄了 对啊 那种蒜香味 嗯 既然还有一点点发焦了都 好 黄酱 对 加一层辣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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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我们加点水 它加这么多水啊 对 因为你要没过你的肉 给你的主料 嗯 这跟刚才上锅蒸的时候是一样的 对 这个比例 嗯 刚才您说要是用高压锅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再有多长时间 十分钟 十分钟就可以了 十分钟就够了吗 够了 上汽十分钟就够了 嗯 盐糖 嗯 好 我们把这 辅料卸下下去 啊 哦 这样的 嗯 来 胡萝卜块和笋块 扔进去 我们开大火 给它煮开 嗯 然后把牛肉下去 嗯 牛肉现在是已经有了底味的熟牛肉了 可以这么说 嗯 因为胡萝卜十分钟是刚刚好的 高压锅压时间之后 高压锅压钟 他已经软辣了 嗯 所以牛肉也能把它卵纯达 嗯嗯 嗯 两个人吃都出自一个时间段 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的处理 它就能最后口感是均匀的 打 지역一个效果 嗯 嗯 然后在我们做那个高压菜的时候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找一下竹搭 竹壁子 慢慢给它折一下 垫一下底 这么着 就是即使垫到底了 还有它隔着就不会发锅 这是个小窍门 对 第二步 用葱姜蒜来炝锅 放入黄酱 蚝油 辣酱和水 做成汤料之后 下入笋块 胡萝卜和蒸好的牛肉烧开 倒入高压锅中蒸制十分钟 注意 这道菜基本全程使用蒸制的方法 调味时下料略重一些 成品味道会更好 在等待牛肉出锅的同时 陈静师傅继续来制作拌三丝 他会选用哪些调料 来打造这道爽口的小菜呢 刚才你加了 盐 盐 这个是 橄榄油 橄榄油 一点个 这样就行了 嗯 刚才用这个主菜剩下的食材做了这么一个小菜呢 其实刚刚好跟这个主菜的后味配在一块 对 它是清淡的 那是浓重的 那个相当的浓重 这个真挺出乎我意料的 后味 如果不是您后来隆重铺厂的这个神秘汁 我还真的以为 这道菜会是一个很清淡口味的 好水浓 做好爽口的拌三丝之后 牛肉也蒸够了时候 在等待高压锅放弃的时候 陈庆师傅还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 借着这个时间呢 我们就是又不能让您白来 再附送一样东西给我们 比如说头一天或者上一顿饭 打包回来的海鲜 像一些虾呀 怎么办呢 又不能冷着吃 怎么才能加工处理一下它 重新再加热 等于二次加热让它挥发出原来的旧气 然后翻新了 这样就可以吃的 这是一个省事的办法 其实今天呢 陈庆师傅还要再教给我们一个 再进一步把它加工 就是利用这些食材 还能再做出一道新菜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天天锦囊了 不用再发愁如何处理吃剩下的虾肉 天天锦囊教您三步 巧作鲜虾食蔬亮汤 第一步 把虾去掉虾头 包除虾壳 把虾肉从中间抛开备用 第二步 锅中放少许的油 把虾头和虾壳 煎香之后 加水熬汤 等水开了之后 捞出虾壳 第三步 在汤中下入姜丝 豆腐和料酒 去腥提鲜 然后放入虾肉和青菜煮开 打去浮沫之后 即可出锅 好 哇 真香 哎呀 饭在哪 饭在哪 一道好的菜 就是这样 就是一种魔力 这时候我们就看出 刚才陈庆师傅说 在高压锅底铺一个竹面 好处来了 因为汤水它煮干了以后 可能会有一部分的食材 扒住锅边 这样等于隔离一下 食材跟锅的直接接触 真棒 笋烧牛肉 原汁原味 简单易做 您也来试试吧 第一步 把牛肉正反面 划出一字刀 加入料酒 老抽 香叶等调料后 加水 下锅蒸汁两小时 第二步 把蒸好的牛肉 改刀切成大块 用葱姜蒜呛锅 放入黄酱 蚝油 辣酱等调味品 加水 做成汤料 第三步 在汤料中 下入笋块 胡萝卜和牛肉烧开 倒入高压锅中 蒸制十分钟之后 即可装盘上桌 现在这个时刻 陈庆师傅 我只有一个想法 我希望节目赶快结束 这样我就多吃几块了 希望您下次 还教我们做这么好吃的菜 谢谢您 谢谢 谢谢大家 下道菜再见 对 直播